陳時中 你不把疫苗放進來 你緊急授權 其實你一句話 只要死就非得做不得 你今天下令 叫他中午12點以前 就要開放 事實上你就必須要開放 那我們已經來不及了 人一直在死 昨天為什麼陳時中 你不敢宣布 他有事的不散 因為你已經念不出來 我相信你不是鐵石心情 你只是後面 有一些黨派的利益 在牽制這裡 那我是覺得 我們中間會死去 中間要面對歷史的審判 對從一的人來講 我們唯一應該考慮的 就是怎麼樣能夠救更多的人 這是我必須要給 陳時中醫師 你的一句忠誤 都是政客的事情 讓整個文明更破綻 那我們目前的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我必須很抱歉 但是必須要直接的講 它並不是一個 國家的指揮中心 它只是一個指振黨的指揮中心 永遠考慮的就是政黨的利益 比如說它針對台北市跟新北市 因為不是民進黨執政 它就好像把它當作敵對的第一營來對待 這是不對的 因為現在是在中央執政的情況底下 而且疫情在傳染病房之下 既然你已經成立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你可以下令做一切的事情 你如果覺得哪一個地方政府做的不對 你可以直接接管 直接下令 這就是指揮官的無向權利 其實比中央的權利甚至更大 陳時中本來就不太願意做大量的PCR的塞件 那是因為在柯文哲還有侯友宜的堅持之下 採用快塞取代的一部分PCR塞車的問題 如果當時沒有用快塞 儘早地把這些可能確診的病人找出來的話 那麼今天整個疫情恐怕會更失控 那即使到今天為止 陳時中也一直在卡很多的快塞 那是因為一直到一些電子產業都已經出現問題了 才不得不開放給企業自己去用快塞 但是事實上我們不應該依賴快塞 我們應該是有大量快速足夠的PCR 直接做核酸檢測 而且應該要當天就能夠得到結果 這樣才有辦法把所有的社區的傳染電一次打斷 不然的話它現在就是悶燒 所以政府就沒有辦法把三級警戒打開 但是它又不敢上升到四級直接封鎖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開開關關的 關一半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最慘的 因為在去年一整年 包括今年的三月之前 完全沒有做好任何社區傳播爆發的一個準備 他們太有自信了 他們太自得了 就是說得意滿滿的 認為全世界哪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比得上台灣 就是在這樣的心態底下 他沒有做好任何的準備 現在所有的環節都卡在一起 第一個你沒有疫苗 你沒有辦法在社區建立所謂的群體免疫力 所以病毒一旦進來之後就會大量傳播 大量傳播之後我們沒有足夠的檢驗量能 不能在第一時間把所有的病人傳染者 感染者通通找出來 他就會在社區家戶裡面 在上班的場所或者是大眾交通運輸的過程 傳染給其他的人 那這樣的情況底下 那你要把這麼大量的確診者通通塞到醫院 醫院一下子就塞爆了 所以他才緊急的補破網 設所謂的加強版的檢驗旅館 甚至擴充檢驗的一個集中檢驗所 不然就是傳送到台中 甚至到嘉義的檢驗所 所以完全都是在急救障 所以他現在卡到三個難題 社區裡面沒有免疫力 你讓他擴散會有問題 可是你要把社區裡頭所有的感染者找出來 你沒有足夠的檢驗量能 檢驗量能一旦擴充所有的人都要來住院 那怎麼辦醫院就爆掉了 現在醫護人員已經開始慢慢出現說 壓力過重過老的問題 甚至開始有醫護人員確診 就是佔力折損的問題 所以再拖下去的話 整個處理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沒有條件 所以最重要的第一個 檢驗量至少要擴充到 目前的五倍到十倍 第二個一定必須要有一個大量的 可以觀察其中的一個檢疫的醫院 再來就是說疫苗一定要趕快拿到手 而且至少要三千萬劑以上 必須在七八月之前就要到台灣手上 不然的話要解開三級警戒真的是難如登天 其實整個台灣的健保底細本來在平常的時候 就是以剝削醫護人員的療動條件 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所以我們有服務非常好 滿意度很高 但是其實成本很低的一個醫療體系 那這樣子的醫療體系在平時還可以勉強成 可是遇到這種傳染病就像一場戰爭一樣 它立刻就崩潰 那醫護人員聽到的是說 政府好像會發一些所謂的獎勵金 其實如果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我想大家寧可不要這個獎勵金 只要讓大家的人力充足物力充足就可以的 可是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錢也沒有人也沒有 我們把它比喻成一場戰爭 前線的士兵沒有足夠的人力去打仗 那去打仗的人鋼盔跟子彈都不夠 你想想看這裡面會不會有人想要當逃兵 一定會有 那這樣的一個戰爭的士氣就會潰散 就會倒下去 那現在完全在支撐的是靠我們台灣 醫護長期以來建立的榮譽感 跟醫療的倫理 但是光這個撐的時間是有限 所以我才會呼籲政府一定要趕快 採取斷纜的措施 要你就是在必要的地方 你一定要做封鎖 讓社區的傳播完全的停滯下來 至少三個禮拜 第二個不然你就是趕快 當然其實是應該幾個步驟同時做 三支劍 四支劍要同時做 第一個你局部要封鎖 第二個就是你要趕快做全面性的檢測 把所有潛在的感染者 統統從家庭移到檢疫所或者是醫療站 大型的收容 收治中心 再來就是醫院要趕快做分級跟分流 比較輕微的你必須要留在這個我們講的檢疫的醫院 那現在的定點的醫院都只能做這個重症跟急症的治療 再來就是一定要趕快做所謂的疫苗的大量的接種 那這樣子才能夠三件到四件齊發 你才能夠遏止這個疫情 不然前線的士兵就算他們沒有離職也會慢慢傷亡 戰力就會一直越來越弱 這個對台灣來講就會非常非常的危險 其實我們在去年4月就有一群南部的朋友 包括醫界跟文化界還有社運界 我們就成立一個高雄一間防疫聯盟 其實今天所有的戰略錯誤在當時我們都已經提醒 但是政府當時不願意做還進行抹黑 那我們在6月2號的時候 我以高雄防疫聯盟發起人的身份 也發起了這一份聯署 最重要的就是說希望政府不要再刁難 輝瑞BNT這個疫苗的緊急授權 那為什麼要發起是第一個 我們的醫護人員高度的需要像輝瑞BNT 或莫德納這樣的以mRNA為主 因為它的保護力可以達到95%以上 那目前的AD大概只有最多八成左右 那不應該給這一種品質的防彈 伊朗第一線的醫護 更重要的是接下來我們現在所有的 國中高中甚至國小都在停課的階段 那未來如果要讓這些孩子回到學校的話 其實必須要打疫苗 可是目前要打疫苗 只有輝瑞BNT已經申請到12歲以上就可以打 那就是國中跟高中的學生可以打 或者是18歲未滿的大學生他也可以打 這樣子才有可能覆蓋 那目前因為政府的疫苗根本不夠 65歲以上的人還都還不太夠大 別說是這個30歲以下甚至是18歲以下 但是我們必須要提前部署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一定要趕快 立刻的通過 輝瑞BNT的緊急授權 因為你通過緊急授權之後 人家想要幫台灣 不管是捐疫苗買疫苗的人 民間人士 他才有辦法去國際上 把這些疫苗搶進來 因為政府自己買不到 也不想買 那你想想看 如果說本土的疫苗 就算在二期臨床結盲通過之後 他就緊急上市 可是他也不可能幫12歲到18歲的孩子 打這些疫苗 因為他根本沒有通過這些測試 所以如果為了保障我們的孩子的話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個連署 放在這個網路上 那到昨天為止 大概已經有超過1500個的個人 加上團體的連署 我們鼓勵大家持續來連署 那要求我們的衛福部 立刻通過輝瑞DNT在內的緊急授權 因為它是最高防護力 而且對於重症的住院 跟死亡率的保護力 都有95%以上 也就是說 可以把目前的死亡人數 降低為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這麼多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一定要的